箱形車開著開著 突然一輛白色轎車 快速地從道路旁邊衝出 直接撞上去 只有兩輛車就倒在路旁 救貨人員在接貨報案之後 立刻趕到現場 將受傷的八名傷者 抬上單架 立刻送往醫院急救 車禍現場銀色的箱形車 呈現90度倒在電線桿旁 車頭變形 撞擊力道實在太大 引擎蓋凹陷扭曲 而白色轎車車頭全毀 大片擋風玻璃碎裂 車身烤漆脫落 車尾也撞到扭曲變形 車內明明還放著一尊神明像 跟敬拜花懶水果 神明像也因為撞擊力道太大 外申受損 駕駛好心 載著親戚們從宜蘭 要到台北準備進箱 卻發生車禍 所幸六人都沒有嚴重傷亡 但要去進箱的行程 也因此都被打亂 記者林醫生 宗小英 宜蘭報導 中天電視全身製作強檔大戲 美好年代